他要看髮子 然後就這樣說 然後這樣親一個這樣把它打開 因為你很厲害 頭髮留這麼長 這樣就看 你看 擦開水就 把那個節就打開 然後就慢慢的這樣往上 這樣說 我心裡說 完了 完蛋了 因為他畢竟留了十六年來 未檢這件事情 我覺得 在他眼裡頭髮是他可能 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每一書 都會對頭髮造成一定的傷害 所以真的 也是對他很抱歉 還好嗎 還不錯 還好嗎 OK 溫度還OK 好 這樣感覺上次打結嗎 真的慘案 全部揪在一塊 對 好像 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打不開耶 打結是不是 像這樣很長喔 那你先把那個塞起來 然後 先泡沖水 在水裡面 水裡面然後 樹開會比較水 然後記得要 那個加護髮這樣子 對… 這邊妹妹 有 平常像髮 會不會有常遇到這種狀況 會 他們就是 會 那會緊急 一定會 不小心打結 然後有這麼多人 在緊急處理嗎 沒有 通常都 一個人 冷靜力配置 這樣可能 我們比較VIP一點 對 所以我們一群人 站在這裡 會壓力很大嗎 在航 不會 OK 一兩個世界 那當然他安慰我們說 有啦 常常也是有人行到打結 但我們這次打結 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真的是總監疏忽了 會不會好處嗎 這個的水桿 好 吹乾 也沒什麼的 就這樣抓著一接一接的水 我們再合理 會來大禮 然後我們也要 睡覺會長 辛苦 坐到地上去 我真的覺得我們兩個太廢 我們兩個怎麼都可以廢成這樣 不會啊 不然我們能做什麼 那如果我不在的話 你應該就會過去尬聊吧 不會 我就站在這邊 你一個人站在這邊 對啊 不是 這麼多人在講話 我還過去講話幹嘛 又不是綜藝節目 你這個很好賺 沒有 歡迎邦琳 請問今天要喝茶 還是咖啡呢 還是要來一點 想看更多嗎 還不趕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節目中看不到的花絮 都在這裡唷